好,大家好 很歡迎來到Clappence 今晚CFA Level 1 一個Information Examiner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CFA Examination 內容 有什麼要關注 當然要提一下Clappence 在哪裡可以幫到大家 準備這個考試 首先,少少介紹 我自己先,我姓袁 我是Clappence的導師 我任教CFA Level 1,2,3 和CIA 的Exam PrEP Course 過往大概20年 在Bank裏面做 之前是Asset Management 做Fund Management Private Banking 希望可以用到這些經驗 幫助大家 一些比較具體的 Practical的經驗 幫助大家可以容易理解 CFA裡面的整個 curriculum的內容 今天 首先會大概 大概用10至15分鐘 整個overview先 現在是一個Market 為什麼要考CFA CFA幫到大家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已經 多多少少有些 資料 做過功課 大家一起看看 還有現在近期 CFA的內容有什麼變化 特別是Level 1 特別是Level 1 接著會有幾張slices 就是我們上課 用開的slices 抽幾張slices 當然今天 不是說真的要講書 不過呢 大家看看 material 什麼形式 當大家做 preparation study 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要怎樣 去準備呢 就是這樣 接著我就會 pass給我的同事 就是Christy Christy就是我們的CFA exam courses的administrator 他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同學 他以後有些什麼 有關行政 各方面 不清楚的地方 無論你是有關的material 上課 吊課 吊課 我們有些progress test 或者之後 申請政府的CFA 全部都是 Christy 搞定了 很多事情 我都請大家 轉去Christy那邊 好了 首先 做一個overview 相信很多時候都是 的了 報考CFA 其實基本上 希望以後 在職場上高 有用 幫到自己 無論你是 入了金融投資 一個人未進去 現在 我們 都已經做了很多年 看到很多學生都是 背景 真的很分散 很分散 過往來說 如果說到CFA CFA一定是有很長的歷史 開始的時候 大家知道 是 美國 開始的 很多時候 他們在美資行 對CFA的 位置比較熟悉 在我的年代 如果我想進入這些美資行 拿CFA 真的挺好的 當然 發展到今時今日 就不單止是美資 是全球 中資也很多 如果你看回現在 CFA的 Membership 有多少Members 已經有十幾萬的 全球來說 最大的 有關投資的Associations 但是裏面 每一年 Membership的Growth 就不是在美國 Member最多 但是Growth 不是最高 Growth 最高在哪裏? 顧一下 不是在美國 就是亞洲 亞洲 那裏面哪裏最多人去報考呢? 中國 印度 中國 印度 當然 近這兩年 就是因為Covid 會影響一些考試的安排 但是 那個走勢 其實都在這裏 增長 Candidates Members Growth 就在亞洲區 所以 你看到 無論你是中資 歐資 美資 全部都是 都會很著重 有關這個 Qualification 不同的工種 你看到 這裏 都幾全面 說了 Buy side Sale side Buy side 幫人做投資的 Sale side 幫個Buy side 去做Transaction 除此之外 不是一定是要 真的經常點著股票 做債券的 Corporate 很多公司自己 裏面那些 無論你是 Finance Department 或者 Treasuries 或者是 就這樣做Cash Management 都會用到 CFB裏面的 知識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 Accountants 其實我都有不少學生 他是 套餐公司的 未是做投資 或者投資related activities 全部都是 拿了牌 有機會就進去 有機會就做 現在 又是有少少不同的 美國和亞洲區 如果你看美國的Membership 可能大部分的Members 是做Front Office的 Front Office 即是 做Analyst 做Portfolio Manager 那些 反而來到亞太區 就像這裏 是很分散的 不是一定Front Office的 Mid Office Back Office 或者未入行的 都有很多 那我就見證了很多 因為我已經做了很多班 那變了現在 就是 我相信以後還有很多機會 因為現在 你看到很多大行 是Dominate 在Asia Pacific 那在美國那邊 因為它的Industries 已經發展了一定歷史 它初初發展的時候 做投資一定是入大行做的 那現在 你見到美國那些 它很多的職位 都不是大行裏面的 很多的 你做Investment Advisor 好 做Fund Manager 在那邊 現在已經有些中小企 遲些我相信 在Asia Pacific 發展方向都是 現在當然 很多時候的職位都是大行的 過多三五七年 慢慢多一些中小企 出來做Investment 我相信會是 好了 這些例子 又講一些不同 不同位置 就是Position 它們大概有要求類似的 Qualification 好了 這裡有些少許Data 給大家看看 這些是Global的Data 即是考CFA 是哪一類型的考生呢 這些 你見到其實 Globally 都不少人 讀書 就會考 當然這些 包括 可能已經在讀 Postgrad 未必一定是 First Degree 那些 也很多 其實是不少的 學生已經準備去考 另外 在做事的那些 我在做事的那些 我要講的就是 這些Data是Global的 不是講美國 分析工作 我就是要講 這些是Analyst 在做Analyst 分析工作的佔大概 百分之十三 這個是Managers 真真正正 握盤的 Portfolio Managers 百分之五 兩個加起來都不及百分之二十 其他那些 就是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都有 那為什麼要講這件事呢 因為很多時候 學生會回來跟我講 就是 我不是在做投資的 會不會很吃虧呢 去考CFA Examination 我就會反過來 跟大家這樣講 如果你是曾經 讀過有關Investments 你現在又在做投資的 那你的確有好處 的確有好處 特別是Level 1 但是如果你是 真是白紙一張 未做過 未讀過 是不是很吃虧呢 又不是很吃虧的 你看到 差不多有八成的人 和你差不多 都不是在做那樣東西 是吧 不用怕 都那麼緊要 這個 After Level 1 其實大家應該都是差不多 Level Playing Feel 好 講一點有關CFA的Information 先 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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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開始到現在 即有六十年了 差不多 十七萬八個Member 全世界都有 分開三個考試 那是不是真的考完CFA 就是 就是 拿到一個Goal Standard 那一定是可以 想做什麼 做什麼呢 那當然啦 就 看你個人的際遇 老實說 是吧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做Fund Manager Portfolio Manager 或者做一個 升級的分析員呢 不知道的 這些 那但是呢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CFA 這個Qualification 是會幫到大家 有機會進去做 一個Door Opener 一個Door Opener 無論你是入大行 或是SME 都好 那 那 即在我的年代 我相信 就是比較少些CFA 那時候的確 那個助力會比較大些 那現在呢 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Door Opener 的Qualification 而且我也很老實地說 CFA Program 是一個genual list 的Qualification genual list 它就是 每一樣你都會懂些 每一樣你都會懂些 你考完之後 你拿了Qualification 你每一樣都會懂些 但是呢 我不會claim自己是哪一樣的 specialist 你不可能同時認識很多 然後又很專業的 是嗎 CFA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他給你一個機會 進去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 很specialized 在哪個area 你進去之後 你可能要自己 你的working experience 看看你有什麼opportunities 再進修 都會 那如果你說 不進修行不行 當然可以 其實都很多東西的 CFA裡面 如果進去考CFA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是entry 的requirements 大學畢業 或者你現在是差不多畢業 你差不多畢業 他計算了一條數 你差不多畢業 但是你要報考試 就是你去考的時候 其實你都應該畢業了 有四年的工作經驗 其實他的entry requirement 很鬆的 很多人都可以報考的 又是這個呢 CFA的structure 和其他 有時候CFA 又會被人 跟MBA 去比較一下 究竟我用 三年時間去考CFA 還是用大概兩年時間讀MBA 一般來說 我相信 entry requirements 都會挺嚴謹的 如果去一些比較top的 比較難入 比較top的 底下 進去之後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出回來 一定得到的 這個master 是吧 其實兩個不同的structure 又視乎你究竟 你想不想 入banking 做finance 做investment 這類的工作 我剛才說過 CFA structures 你移入去 entry requirement 很低 出來考到 你就要過三關 Level 1 2 和3 好 幸好他沒有 沒有時間限制 沒有時間限制 即是take your time 你覺得準備好了 就去考 但這個我覺得 是有好處 有不好處 沒有時間限制 你再拖 你拖多兩拖 你不考 老實說 很容易就放棄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不鼓勵 我的學生拖太久 如果每個人都要上班 我知道 我明白 上完課 有些學生會說 我等多幾個月才考 fair 很fair 但不要等太久 拖太久 就沒有了 momentum 好了 考完試之後 就計算一下 你有沒有一些 relevance的工作經驗 看看你的工作 怎樣去和 整個investment decision 的McCanninson 掛到勾 找回兩個 知道你工作的 內容的sponsor 做referees 就去做register 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 好 大概看看 它裡面 level 1 2 3 它的focus在哪裏呢 這裡大概 很general地說 level 1 是basic knowledge basic knowledge 差不多是你 first degree 大學程度 那些 大概 它裡面的內容 是 我相信是最多 在三個level 來講 在三個level裡面 師傅剛才講過 的確是某些同學 它是有少許好處的 如果它是有relevance background 的話 即是你可能會是 大家都讀這麼多 但有些同學 因為之前 他讀過 可能他工作工作 有幫到他 這樣會變得容易 讀就讀快些 讀快些 讀快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時間 在這個遊戲裡面 就是我們的敵人 或者是一個constraint 在幾個月時間裡面 你怎樣分配時間 可以cover所有東西 準備考試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讀快些 吸收快些 的確是有些好處的 好了 那就是level 1 level 2 level 2 他說要 你要apply 你讀過一些東西出來 特別是 是有些valuations valuations 又是 看股價 bonds 甚至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變成多些models 多些models 但這裏的好處 或者 不是說 demanding 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去讀一個master 的話 你很多時候的models 可能是由頭到尾 你要proof一次的 那些professors 由頭到尾寫一次給你看 我們呢 你出來做事 你不需要這樣的話 我們出來做事 我們是用家來的 我們是用家用的model 我不需要proof的model 所以考試也不會考我們怎樣去proof的model 我們是用家 我們只是看他的bottom line 就知道bottom line to equations 哪些input 代表什麼 就知道所有的不同的relationships mechanisms 他怎樣怎樣 有什麼impact 就是我們要學的 我們不需要proof 所以是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同一件事 OK 今天這個level 2 去到level 3 apply 又可以 他有另外一個字 synthesize 有些是 有些是 是怎樣應用的意味 synthesize 但是我會說 因為synthesize 就是真的比較practical 不單止apply apply 可能叫做計算數出來 但是我們不是說計算數這麼簡單 它是level 3 真的怎樣 即是接軌的 跟現實 開始 即是怎樣 譬如一些private clients 其實你做過validation 做到的 在level 2已經做到了 在level 3那裡 其實我們怎樣去make a recommendation 不是計算的 不是叫做答案出來這麼簡單 你要make一些recommendation judgment 給個判斷 不是計算 你會再考慮其他因素 很明顯 for example 人性 客人的personality 這些東西就比較實際一點 亦都是 synthesize 我們學過的東西 在不同的scenario situation 應該怎樣處理 好了 就是三個level 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 有些以前的同學 就說level 2是最難的 曾經是這樣說的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1,2,3都各有特色的 不要說哪個最難 level 2的確會比較多些models 又視乎你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學生 有些比較喜歡 是那類型的 所以level 2比較合適 好了 in details 就看看 level 1 level 1 你看到 就是shaded area 那裡 上高的一部分 所以 有機會 某些subjects 大家會讀過的 譬如說 economics 有機會 financial reporting 就是accounting 有機會 其實這裡就省一些時間 quantitative methods 就是statistics 很多都 就視乎你之前的background是怎樣 這些 下面這些 asset 的valuation 就 可能會少碰一些 可能會少碰一些 但是在level 1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要求什麼呢 是一個general understanding 知道這些market 怎樣運作 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securities 有些什麼participants 他們怎樣做transactions 我們就是要知道這些 level 1 你見到這個weighting 其實在level 1來說 在上高的topics 佔的weighting 是比較重的 是吧 下面那些 asset valuation的topics 譬如說 equities fixed income derivatives 是比較輕的 其實基本上 就是想大家 那個foundation 好像這樣說 after level 1 我們需要知道的 econ accounting 全部 我們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level playing field 這個應該是 after level 1 所以在level 1 那些weighting 是比較重的 但是呢 雖然這樣說 這些傳統的subjects 它亦都會比較著重一些 比較實際的concepts 譬如說 你講financial reporting 在CFA裏面 它不會再要求大家 從頭開始學accounting 不用學double entry 不用 你知道就好了 最好 這些 因為你知道就容易明白些 那些debit credit 那些不需要學的 這樣變成呢 會是比較實用些 我們現在不是做accounting 現在 不過你要知道 它做一盤數出來 是代表什麼 怎樣用它那盤數 來做analysis 但是用這樣的角度去學 financial reporting economics 都是這樣的 economics 你如果是在大學first degree 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models 這樣你變成 很多不同的ISLM models 之前我們有學的 CFA都有包的 但是因為CFA 它的curriculum 它一直轉的 我看到的trend 就是盡量把那些全球 不同的那些 又未必跟investment market 那麼有多關係的那些 一步一步飛走 加進去那些 就比較一些 現在多些人說的那些 譬如說 ES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issues Fintech 金融科技 那些 變成一步一步的那些 就會加進去 可能每一兩年 每兩三年 就會 收拾一收拾裡面的東西 那這些 我剛剛說的topics 就是這兩三年 加進去的 那些 那之前那些 傳統那些 economic models accounting 的double entries 都抽出來 就是這樣 OK 好 那 那 之前又有做過 survey 的 那我問過那些 就是past的那些 學生呢 你覺得哪一個topic 是最難的呢 你們覺得哪一個topic 是最難的呢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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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如果沒有碰過 是 沒有碰過 是 fixed income 沒有碰過 也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 特別是香港 華人社會 說的都是股票 債券 最多都是說 什麼銀債 政府快 那些 近來可能說一些 地產的債券 但是 對它裡面的 valuation concept 比較少提點 過往的學生 就是fixed income derivatives financial reporting 如果你沒有讀過的 在短短 這麼短的時間 你要吸收它裡面的東西 是困難的 不是說你不明白 但是你明白了會忘記 這個是事實 還有一個叫做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這些 我們是專業操守的 好像一些法例 但是因為也是 很短時間 你要看完它 知道它的要求是怎樣 也是有一定的難度 好了 現在考試了 現在應該看回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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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2年 現在好了 Level 1 一年有四次 四個exam window 當然 最好就是一剔過 一剔過 但是如果 這麼不幸運 很快 又可以過三個月 但是不行 可以的 不可以 take a json 的 windows 不可以貼著去 只要隔一隔 就要 隔一隔 也好 都不是太久 那Level 2 和Level 3 現在一年有兩次機會 以前是一年一次 所以 其實 Schedule 比較有彈性 配合到大家的 Schedule 你們的工作安排 這是一個 Road map 如果 明年 Level 1 Pass 那 隔一隔 五月 都不能考 五月都沒有 到Level 2 八月 如果你Pass 跟著 take a json Level 3 應該是 再過一年 2023年尾 就這樣想 但是 又是 我多說一句 視乎自己的能力 不要rush 不要rush 先準備好 準備好 這個format Level 1 就分開 兩節 兩個session 每個session 就是兩個小時 15分鐘 總共135分鐘 135分鐘 135分鐘內 要答90條問題 每條問題 大概有分半小時去想 幸好 全部都是MC 不用寫 其實Level 1 Level 2 都是multiple choice 到Level 3 才寫 就是type 現在是computer base 現在 好了,看看passing rate 過往來說 大概四成 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的 近來 都幾意外 為什麼上一次 passing rate 會這麼低 25% 就算是Level 2 Level 3 其實都不高 坊間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我也不知道哪個適合哪個錯 根據官方說 可能會是因為COVID 影響了大家的準備 有些本來要考試 有些本來要考試 但考不到 後來補去考 未準備好 又去考 是不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總之 看多一次 因為你都知道 如果讀了stat 根本沒有可能看一次 你會作準 是嗎? 但是 看長一點 大概四成左右 大概四成 但是這個是一個 for reference 我永遠都這樣說 你看看所有的數字 Average 是for reference 這樣 不是說四成 即是你有四成的機會 pass的 不是這樣看的 是看你自己的 四成是全部人 這樣說才是四成 但是你自己是 屬於哪一部分呢? 就是你自己才知道的 所以這個四成是一個reference 也都是 怎樣才會pass呢? 有沒有一個 就是說我拿50分 60分 70分才會pass呢? 那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institute沒有說的 大概呢 他有些hints 就是過往呢 有個叫做MPS Minimum Passing Score 那就是說 他可能呢 找一些 sample 去試過exam的papers 做得最好的那些 接著打個七折 70% 即是成份卷的 當你100分 做得最好拿90分 90分 90分打個七折 97、63 63分 但是是不是 based on這件事呢? 又未必一定 他可能有幾個不同的criteria 有幾個基準的 當然啦 這些是他們的internal affairs 這些 但是 另外的道理 他經常都會emphasize ethics 專業操守的for 都很重要的 因為他也不是說 你forfor pass 才是pass的 有時候呢 有些你很強的 很高分 有些很弱的 低分 拉雲都不錯的 都是可以pass的 但是拉雲之後呢 看到原來ethics不合格的 我不知道啦 那個institute會怎麼看啦 好啦 回到level1再看一看 Basic knowledge很多 還有呢 Volume Volume為什麼說多呢 就是因為 過往來說平均 有530個LOS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s 即是有530樣東西 要知道或者要學 有些是很簡單的 譬如說 好像 有幾多種不同類型的債券 這樣 這樣 有些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就是 又說過 如果計算的話 有些什麼會影響債券Returns 這樣 那這530個LOS 但是呢 今天就沒有擺 他那套書出來 那他那套書呢 就三千多頁啦 都幾重磅的 幾划的 如果你買到 真是划的 我覺得 因為我讀下去呢 我都覺得 挺好讀的 如果你有時間 如果你有時間 那我又一再這樣 提醒大家 考試 這個遊戲呢 這個時間呢 就是你的 Constraint 那如果你知道自己的 Constraint 在哪裏的話呢 你就知道 你看 要重點看 不要由頭看到尾 雖然他是挺好看的 他寫得挺好的 但是你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看完 可能你考完試 你回頭看也還可以 好了 這樣 回來 Claplins Claplins 那裏呢 我們的學生來 當然呢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去準備 五百多個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那我們怎樣去做呢 分開三個階段 Phase 1 Education Phase 2 Revision 和Phase 3 Mock Education 就大概是 六十個小時 通常我和學生呢 每個禮拜 可能譬如說是星期六 星期六 就可能會上六個小時 變成如果六十個小時 就十個禮拜 十個禮拜 就是大概兩個多月 這樣 那頭兩個多月呢 我們呢 就是做一些 Call Learning Call Learning 那 那 盡量cover完 那些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那跟著呢 再下去Phase 2 大概是 一個月鬆一點 那 那 會做題目的 最主要是做題目 還有會 溫一點點 之前說的東西 那 不會全部溫的 有時候會做題目呢 哪做題目 哪幫你溫呢 我覺得是會比較effective些的 OK 好了 這樣做了Revision 到最後尾呢 通常大概是考試之前兩個星期 那 我們一個Mock 模擬一下 模擬完之後呢 我們會做一個review 那 看一下呢 那在那個Mock裡面呢 哪些題目大家 那個Hit Rate比較好些的 或者另外 某些題目的Hit Rate比較低些的 那我來針對在那裏 去看看 好 好了 那麼 Phase 1 這個Education 那 剛才說過 最主要是 go through 那個CFA的 curriculum 那 那麼 那麼 在這兩個多月裏面呢 那麼我們都會呢 是有一些test給大家 這個online progress test 那麼 那也都是 為什麼要有這些test呢 一來 一會兒會說 如果大家要申請政府CF那裏呢 那你一定要做的 那麼 那來呢 就是幫大家呢 keep住 這個retention要好 很多時候就是 我認識 我明白 我知道 我認識 但是過了一兩個月呢 你很快就不記得 所以呢 一路 就是這兩個兩月裏面呢 一路有些progress test track 希望大家呢 認識完之後 再做一些exercise 那麼等再過兩三個月之後呢 你不會記得了百分百 那希望你記到七成都好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跟著就做revision 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一定要粗題目的 你明白個concept呢 那麼去到examen的時候 你看看不同的examen format 那些問題的format 如何apply 這個concept出來 Phase 3 final preparations 對啦 Mock 那麼做回四個半小時 那麼現在都好了 以前六個小時嘛 你們就知道了 那麼很辛苦的 其實現在已經是短了 OK 那麼整個流程就這樣了 那麼接下來呢 有幾張slices 和大家share 這些是我們在第一階段 education的時候做的 那麼如果你想看多些 有關於slices 在前面呢 在這個bench裏面 都放在這裡 那些slices 那麼我們講 有個reference 個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reference to 那個CFA的curriculum 是哪個topic 譬如說這裡是 講一些經濟的 經濟的 政府那些不同的policy 有些貨幣政策 有些財政政策 有些財政政策 那麼在這個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大家要清楚 央行 central banks 其實它做什麼呢 它的目的是做什麼呢 那麼央行其實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央行 那麼你看到這裡 他說很多 央行雖然不是 是一定的 不過都會看 price stability price stability 就是其中一個objective 那麼還有其他objective 那麼視乎 究竟你是哪個國家 那麼美國那邊呢 就最多objective 那麼就是 就是看它什麼情況 他就講的 那麼最近他就講 要做growth 那麼之前呢 當然會要inflation 一時一樣的 其實都是 那麼其他 其他 其他country都是這樣的 有些要 exchange rate stable 比如說 Brasil 好了 那麼很簡單 這些 你知道這些是objective 但是呢 他如果問問題的時候 通常就不會問我們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e central bank 那麼 是不是 他就會混淆一些其他東西出來 如果這間central bank 如果是要做這些東西的 那麼究竟他的objective是 哪幾個呢 一個combination 這個也很重要 當我們去準備的時候 看完之後 你明白了 但你試試想想自己 當你自己是出題目的人 你會怎樣考慮那個人 那麼 那麼 譬如說這裡 Central bank Central bank 是不是發債的 Central bank 是不是幫政府 要收支平衡的 那麼 那麼這些呢 就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的 那些時候都 那麼 那麼很容易呢 會困難得到 那麼 那麼還有呢 第二個 第二件事 那麼這個第二個的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有關Inflation 通脹 又是一個hot topic來的 今年 那麼 在這個curriculum 那裡呢 我們要注意呢 有些叫做Expected的 有些叫做Unexpected的Inflation 那麼 看看他們呢 對我們的market 對我們的economy 有什麼不同的impact 不同的impact 那麼這裡就 那麼可能要比較 多一點點了解到 Inflation 跟Purchasing Power的relationship 你的Inflation高些 你購買力就會低些 那麼購買力低些 那麼對不同的parties 整個經濟 整個market 簡單些分兩邊 有些是多些錢的 有些是欠錢花的 那個market的作用就是 一個橋樑來的嘛 那兩邊的錢就可以互通了 一個savers就可以借錢給borrowers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Inflation會怎樣影響到他們的投資決定 或者借錢決定呢 如果你是預算了通脹兩個percent的 你會將這兩個percent 打到他的數目那裡 我charge他多少 interest 或者我買股票的時候 我expected return是多少 那由一個expected to the unexpected的時候呢 那怎樣會影響到我那個lending 或者borrowed decision呢 或者怎樣影響那個security的price呢 那我們說呢 這裡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呢 shift wealth 那我就想一下 如果我借錢給你的 那可能借錢給你 你五年之後還給我 到時候通脹都不知道去到哪裡了 那些錢都買不到什麼東西的 那我就蝕底了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 我的財富其實shift了給你 那我們要知道 這些不同類型的inflation 那個impact去到哪裡 那跟著其實這裡下去呢 就開始有一些就比較 就是好叫什麼 descriptive的 或者叫 qualitative的那些content 沒有model 沒有concept的了 就是你有不同的objective Central banks 那不同objective 你可以定定一些不同的target 不同的target去achieve objective 那你說price stability 物價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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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當然 set inflation 做你的target 但是未必一定要set inflation 你set interest rate 也可以的 interest rate 或者exchange rate 那視乎情況 有時候 你exchange rate穩定 就代表物價穩定的了 再下 managerate policy 這個 已經是講了十幾年了 QE 就是這個 那樣東西 怎樣用它 這些貨幣政策 來影響經濟 那當然 有很多不同的學派 我們會看題的 會看題 有些學派就說可以的 有些學派就說沒有用的 那些QE 那 如果是在manager policy裡面 除了QE 即QE比較新穎一點 之前比較傳統一點 傳統的interest rate 或者叫policy rate 這樣有些我們要知道 是什麼來 policy rate 是不是一樣東西呢 有幾樣東西呢 這可能有幾樣東西 有一個叫discount rate 有一個叫flat fund rate 那視乎呢 那個國家的structure 是怎樣 那現在究竟我們 影響市場最多的是什麼呢 discount rate動 會影響什麼的financial institutions 呢 flat fund rate 會影響到什麼呢 那再下 如果 即是不要 公物論你的policy rate 說的是discount rate 或者是那個flat fund rate 那如果我是一個interest rate targeting的central bank 那我會有一個叫neutral rate neutral 就看到了 by definition 我們要知道 什麼為之叫neutral interest rate 那這裡就是說 如果那個利息 在這個水平的時候 那個經濟呢 就應該呢 in line with the trend growth 那個inflation 應該跟我們 即是央行 定的target 是一致的 定的一致 那當然啦 那這兩樣東西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 在動的嘛 GDP會高過 會低過 trend growth的嘛 Inflation會高過 或者低過 target的嘛 那我們就會 用那個interest rate 來adjust 那個policy rate 所以呢 我加息減息呢 是 你可以看到 究竟是會對經濟呢 會有個刺激 還是 刺激經濟呢 還是 刺激經濟呢 suppress經濟的作用呢 這樣 但是不單單看 interest rate的direction 還要compare with neutral rate 才可以呢 draw到conclusions draw到conclusions 那這裡 interest rate以外 還有 open market operations 或者叫做公開市場操作 或者 required reserve ratios 就是 RRR 那這些大家在媒體裡 應該 周不時都會見到 講到這些的了 那如果是 除了policy rate 我們會 就是central bank會 用到這些 不同的方法呢 來 adjust 經濟的市場 那我們要知道什麼呢 首先我們知道 policy rate是什麼 來先 OMO是什麼 這些RRR是什麼 那跟著呢 我們還要知道 這三樣東西呢 是怎樣 work for transmissions 的mechanism 我怎樣 由 policy rate changes 或者 OMO 買債 令到 什麼會變 我的end goal 會是怎樣 如果我這裡是一個 擴張性的 一個政策 這樣我用那些 不同的tools 對 interest rate 對 Wealth effect consumption spending 有什麼影響 對 市場 再帶下去 市場的 expectations 還有 會不會有 currency effect 即是 我的三個tools policy rate OMO RR 如果是變化的話 會怎樣影響 這裡這麼多東西 到最後 會達至 我那個擴張經濟的效果 這個就是transmission mechanism 我們要知道的 最後就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那三個tools monetary policies 跟著通過這個mechanism 就可以 expand 或者contract economy 我們還要知道 有一些需要的 characteristics 如果central bank沒有這些 characteristics 可能就不可行的 那這些是什麼呢 independency credible transparent 那市場相信你才行的 如果市場不相信你 你可能 你減息 人家更害怕的 市場的息子會向上的 當你加息的時候 人家個個都去買債 就是這樣 即是說你不可行的 那些東西 有些什麼特性 即是一些characteristics 才令市場會配合到你呢 就是這幾個東西 那 once again 題目呢 不會就這樣問你 什麼是central bank的characteristics 那題目可能講 你central bank 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些東西 究竟 就是 那個central bank是會 他幫他 enhanced了什麼 的characteristics 那樣 那for example 我們現在 聯儲局 這裡沒有寫 聯儲局開完會之後 他經常有個minute給人看的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知不知道 在2013年 Bernachy他講完之後 嚇到市場跳氣 他說什麼 他說要收稅 唉 tapering Marketandrum 呼 那就糟了 那就是沒有準備的 那就是 你突然說不行 所以現在 他們要有高透明度 那變成了 題目又可能會講一些東西出來 問一下你 這些東西他做了出來 是related to 什麼characteristics 那就是 就是 回頭問這個意思 好了 那我準備的 材料大概就這麼多 那我希望呢 就給大家 大概多一點點 ideas 這個CFA 是什麼 Level 1 去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在Clappin 可以怎樣幫大家 準備這個考試 謝謝 謝謝 謝謝